7月初金星进入巨蟹座掌管金牛座人的财博宫 金星的到来将会给金牛座人带来一些不错的财运 再加上本月的大部分时间水星都会坐落在金牛座人的田斋宫内 水星和金星的结合使得7月份的金牛座人从生活和自身方面都有着一个不小的变化 自身的心情也会变得愉悦起来 在月末火木三分项的影响下 金牛座人自身的底气以及安全感都会有着不少的增加 从爱情方面来看 本月单身的金牛座人或许会遇到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异性 有伴的金牛座人本月则需要注意与对方产生分歧的情况发生 事业方面工作中多与他人交流合作能够带来不错的益处 但也要注意别让工作占据自己太多的时间 财运方面 清新的到来使得金牛座人的财运在本月逐渐高涨 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寻找到一些不错的赚钱途径 以上是金牛座7月份的运势 更多运势请关注我们的平台 我是真心事 何树培 这些的这些不太带来说 你要本来说 你还想对吗 还是真心事 我才发现 我们会想对方之一 就想对方人来说